和影后结婚的第八年 她光明正大和顶流清晨官宣了 还公开了和她一起领养的孩子庆生的照片 我没像往常一样打电话质问 她却坐不住了 主动向我解释 这是我们领养的毛孩子 孩子生日 我这个当妈的不到场不好 我与其平静 领养的毛孩子多没意思 把离婚协议签了 你给她生一个多好 我的影后老婆柳如烟 为别的男人举办了一场盛大 而又隆重的告白仪式 并全网官宣 赶天动地 而陪伴她八年的我 只能站在热闹的采访现场 向个局外人 现场的媒体记者们在起哄 一群前线CP粉在欢喜雀跃 下一秒 柳如烟给她带上了两人专属的情侣对见 美光灯下 郎才女貌 甚是般配 周围是尖叫声和稀奇声 唯有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结婚钻戒 在失神地看着他们二人手上的情侣对见 他们郎才女貌 那我这个与她同甘共苦八年的枕边人又算什么 柳如烟的执行经纪人柳文看见了我 慌乱地喊了声 记 记歌 很快 有一位记者朋友八卦询问 他是谁 他是追了如烟好多年的粉丝 说话的是柳文 知道内情的工作人员都哈哈大笑 而柳如烟看我的眼神里透着警告 秦晨眼珠子一转 食指紧扣牵上柳如烟 笑容灿烂 我知道你 你是如烟的真爱粉 你是来给我们送祝福的吗 我愣住了 许是怕我说错话 柳如烟让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 我沉默地看着他 可他开口却是 阿尘进圈多年 从未官宣过 他非闹着让我官宣 体验一下我想着为了热度 炒作恋情 只赚不亏 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听着他的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示意他看向我手上的婚戒 忍不住质问 那我算什么 柳如烟笑得轻挑 算你体贴我勉强撑出一个笑 那我若是不同意呢 今天大家都挺高兴的 你别扫兴好不好 柳如烟的话 像一柄利刃 再次狠狠地刺进了我的心脏 让我无法呼吸 我笑出了泪花 今天是我的生日 早前柳如烟说 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一直很期待 却在下午的时候 打电话来说临时有急事 改天补过生日 我有点失望 也有一点小遗憾 没想到 他的急事 就是急着和别的男人官宣恋爱 就因为他想要一张 官宣恋情体验卡 说出来多么的讽刺 我与他结婚八年 知情人少得可怜 而秦晨仅仅与他认识八个月 拍了一部戏 就被全网官宣 这是我做梦都想要得到的待遇 以前 我多次提及 都被柳如烟狠狠拒绝 他总生气地质问我 我官宣了事业就完了 你一定要毁了我吗 你是不是就想让我放弃事业 回家相夫教子 当个家庭主妇 你就满意了 后面慢慢我就不再提了 一心一意做他背后被藏了八年的男人 直到他从流量明星变成了影后 他也没再提过官宣我这个丈夫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也没再问过 只是心里有东西在逐渐消失 见我这般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内疚 见状 秦晨朝他走了过去 直接拉走他 炎炎快点 大家都等着我们那秦晨声音很轻 但话语却充满宣示主权的味道 二 柳如烟只扔下一句话 季阳 你在这里反省下吧 在这里等我 我沉默了几秒 去吧 工作最重要 我看到秦晨回头朝我露出一个微笑 挑衅又刺眼 如果是以前 我一定会上前拦着他 不行 柳如烟你是我的妻子 怎么可以跟着别的男人走 曾经我以为 只要自己默默付出 足够包容和理解他 这段长达八年的婚姻 会牢不可破 为了不离婚 更为了我心底对柳如烟 无可替代的爱 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了下来 可我错了 我的付出和理解 换来的是他理所当然的享受 肆无忌惮的伤害 以前 他拍亲热戏都会向我报备 现在 唯有冷冰冰的一句 你要体谅我的工作 原地刷了会手机 看到了两人的全网官宣文案 笨蛋才会和我谈恋爱 我是笨蛋 我点了个赞就走了 回到家便看到秦晨在零点准时发朋友圈 秦晨 谢谢妈妈给布布过生日 爸爸和妈妈永远爱你 照片里出现了柳如烟的一双手 正在切蛋糕 秦晨抱着一只猫 笑得温柔而又甜蜜 布布就是那只猫 没有愤怒 没有失望 有的只是一种果然如此的感慨 我不再期待 我取下自己一项市若珍宝的结婚钻戒 放进抽屉里 最后离开时 想了想 又给柳如烟留了一张便利贴 上面写着 我出差了 我之前是打算做一个家庭主夫的 所以总是拒绝公司的出差 但是现在我不想要再为这柳如烟转了 一晃 飞机刚落地 刚打开手机 发现柳如烟连续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 很快 他的电话又来了 他的声音有些不满 季阳 你出差怎么不和我商量 你走了 我的一日三餐谁负责 为了他 我舍弃了很多 舍弃了公司给我的晋升机会 舍弃了我优渥的原生家庭 舍弃了无数优质追求者 他胃不好 挑食 不爱吃外卖 于是我包揽了他的一日三餐 每一顿我都精心准备 可我不欠他 我可以不做的 柳如烟 你可以点外卖啊 还可以让秦晨给你准备爱心餐 听出我语气的调侃和不在乎 他似乎有些愣神 似乎对于我没有像以前那样 借以秦晨而感到意外 好半天 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说什么 你让秦晨给我做饭 季阳 别胡言乱语了 现在去买张飞机票 回来给我 让我回去当没工资的保姆 想得美 领导叫我了 我果断挂了电话 去北城出差的第十五天 柳如烟的经纪人柳文 忽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几个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知道 这场冷战终于到头了 每次都是这样 柳如烟发起冷战以后 就等我去哄 是否和好 由他决定 不过这是第一次 他主动给了我台阶 即便这个台阶是他的执行经纪人给的 半个月吧 这么久啊 烟烟最近应酬喝老多久了 你不在 他未病都犯了 知道了 我要开会了 那几个你先忙 房间里 柳文语气很疑惑 奇怪 纪哥之前最在乎的就是烟烟的身体了 怎么这次那么冷漠 一名年轻姑娘小生说 肯定是还没有消气呗 我老婆要是和别人全网官宣 我得戚风了 三 柳如烟气的脸色铁青 都说了是假的 一年后就官宣分手 他还想怎样 可我觉得这次 柳如烟突然乍毛 神色厌恶 惯的他 给脸不要脸 爱回不回 我可不吃欲擒故动这一套 这次出差很顺利 下了飞机后 我回的是公司的宿舍 我请了一个月的假 但不是为了伺候他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去做 又一个月过后 柳如烟终于又沉不住气 打来了电话 他冷哼一声 我听一个朋友说 你出差回来了 为什么不回家 最近工作太忙了 就住公司宿舍了 他又追问 那我呢 你不打算照顾我了 我气笑了 你又不是小孩 还天天要人照顾 怎么 要不要我回去 给你换纸尿裤 柳如烟听到这句话 愣了下 季阳 你怎么了 不开心 没有 我们都冷战这么久了 你就别闹了 我都主动给你打一个电话了 你还要怎样 我有些疲惫 随口敷衍道 没生气 我知道是为了热度 为了工作 柳如烟松了一口气 那你现在回家吧 我还没吃饭 我淡淡地说道 回不了 最近我手上的项目很多 还在忙柳如烟 有些错愣和不解 什么工作 能有老婆重要吗 别闹 他一下子来了脾气 到底是你闹 还是我闹 天天夜不归宿 家里卫生不打扫 老婆不照顾 这日子 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我就是不想过了 那又怎样 柳如烟 我是娶你 不是卖给你了 天天张口闭口 要人照顾照顾的 信不信我给你送去托儿所 让你24小时 全天感受 被妈妈照顾的感觉 你行 不想过 那就离婚 啪 柳如烟 气急败坏地 把电话挂了 我很清楚 他不是不在乎 而是能自信拿捏我 毕竟曾经的我 就是万事迁就他 事是以他为中心 才让他以为 我已经离不开他了 我难得下了一天早班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主动来 公司门口接我下班 我慢吞吞地走到他的车旁 有些不情愿 怎么 这次不怕被拍到了 他示意我上车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了 不就是我忘了给你过生日吗 我给你补过一个 不就行了 我双手抱胸 脸色冷淡 不用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柳如烟有些意外 你以前不是最在乎这个了吗 前几年我忙工作 忘了你的生日 你都又哭又闹的 好了 别这样了 我给你补过一个 原来他也知道 我很在乎我的生日 不过曾经的我在乎 只是因为那一天 那一刻 我才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 他真的是我的爱人 而不是什么在乎粉丝 在乎流量的大明星 我没接话 上了车 车子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那是一家平分不错的西餐厅 柳如烟做足了仪式感 不仅亲自准备了 我最爱的粉色玫瑰花 还准备为我弹奏一曲钢琴曲 可一个音符都还未响起 他的电话就响了 不见了 房间里每个角落都找了吗 我现在在忙 没办法赶过去 什么 已经失踪一天了 好 你别哭了 我马上过来挂了电话 他有些心虚地看着我 阿诚的小猫丢了 他很着急 我可以去吗 见我一言不发 神情冷漠 柳如烟皱起了眉头 季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会还要闹吧 四 我看着他 许久后才摇了摇头 不会他表情顿时如是重负 时间紧迫 晚一分钟去步步 可能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这毕竟关系到一条生命 你的生日年年都可以过 不是什么大事 今天没补成 改天我再给你补过一个 我直面他的视线 面无表情开口 不用了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话音刚落 柳如烟聚拢了眉心 吏声道 你能不能大气一点 这是柳如烟 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 可是到底怎么样才算大气 为什么总要无理取闹呢 阿晨他没有坏心思 他不会和你争我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闹离婚呢 不就是一个生日 每年都有的 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办 他说的义正词言 说的一脸无所谓 看着这样的他 我突然迷茫 也突然清醒 这一刻我明白了 及时止损的道理 斥则枉我 他就急不可耐地开车离开 我看着空荡荡的座位 一个人吃完了一整份牛排 然后擦了擦嘴 打车回家 柳如烟一夜未归 我也没给他打电话 问他在哪里在干嘛 没想到他倒是给我打了电话 可没想到 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 带着秦晨 秦晨一看到我 就一脸愧疚地对我说 纪阳哥 你就别生气了 烟烟只是为了哄我开心 我们才玩一下公开练琴的游戏 还有 昨天我不是故意叫走烟烟的 小猫是我和他共同收养的毛孩子 孩子丢了 妈妈怎么能不来呢 非常抱歉 他不就是在间接告诉我 在柳如烟心中 他才是最重要的 我甚至比不过他的爱宠 他不就是想让我当面发疯吃醋 然后再和柳如烟大吵一架 最后由我低声下气 小心翼翼来结束 而他在旁边看我笑话 这样的把戏 他玩过很多次了 看他难受 柳如烟心疼坏了 别难过 小心气坏身子 秦晨语气却更愧疚了 如果不是我 鸡哥怎么气得 家都不回了 见我不是好歹 柳如烟脸上 已经露出了不耐 我是来通知你的 我怀孕了 但你别乱想啊 孩子是你的 不是阿陈的 但他很喜欢小孩 我决定把孩子 生下来给他抚养 你也别处在这儿了 先去给我们竹婉舟 我再次被他 厚颜无耻的样子气笑了 我掏出手机 扔到他面前 他的目光落在手机上 在看到那些照片时 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白了 我又从包里 拿出一张手术报告单 那是我们结婚那年 我瞒着他去做的手术 只因为他一句不想生孩子 柳如烟看了一眼 直接拍桌而起 第一张照片 是他们二人 深夜进出一个 酒店房间的图 第二张照片 是一张劫渣手术报告 你好大的胆子 敢瞒着我一个人 就去劫渣 秦晨站在柳如烟的背后 对我挑着眉头 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开口却是 季哥估计也是犯了糊涂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幸好烟烟肚子里 还有个宝宝 虽然不是季哥 你轻生的 但也可以生死轻生啊 看着秦晨小心翼翼 扶柳如烟 坐到沙发的样子 没有丝毫心虚 反而对我得意洋洋的脸 我只觉得好笑 这样的女人 已经不值得 我再为了曾经付出的 沉默成本忍下去了 五 柳如烟醋眉看着我 冷声道 那天是因为酒店 只剩下一间房了 我们只是拼房 房间里面有两张床 我们是在讨论剧本 这话你信吗 我冷冷地看着他 随机痴笑一声 你们两个 只是在房间里面纯聊天 清清白白柳如烟 再次对我吼起来 纪扬 看来我平日里 真是太纵容你了 才让你这么胆大妄为 为了一段子虚乌有的绯闻 你竟然要跟我闹离婚 现在我命令你 赶紧对我道歉 不等他说完 我直接在他脸上 结结实实地甩了两个巴掌 你也配要我道歉 我拿出一份准备了一个月的离婚协议书 签了吧 我们好聚好散 我看向他时 眼中再无半点情愫 只剩下一片淡然 柳如烟气疯了 他把执行经纪人柳文叫过来 给他几个耳光清醒清醒 给我看着他 让他跪在门口反省一晚上 看他还敢不敢恃宠生娇 柳文力大无穷 我无力反抗 值得被迫承受 好在柳如烟估计也只是气头上 过了一会儿他便给柳文使了个眼色 带着秦晨走了 柳文善善放开我 跟我道了个歉以后也走了 我不难过 也不委屈 相反我非常兴奋 柳如烟真是气疯了 才忘了我们家里是装了监控的 送上门来的证据 不要白不要 既然柳如烟不愿意好聚好散 那我就只好与死网破了 我等着这两个贱人来求我 我和柳如烟 秦晨三人上了热搜了 有人爆料 引后柳如烟隐婚八年 秦晨是小三 插足素人和柳如烟婚姻 还配了三张图 第一张是我和柳如烟的亲密合照 照片里两人都很青涩 一看就是好几年前的就照片了 爆料的人还挺善良的 给素人打马了 第二张是我落寞的站在旁边 柳如烟和秦晨拥抱 接吻 第三张是近照 我和秦晨 柳如烟三人一起吃饭那天 证据确凿 热搜第一 卧槽 实锤 真没想到啊 秦晨居然是这种人 素人帅哥实惨啊 恋爱了 渣男贱女所死 还是我会看人 第一眼看到秦晨就觉得 这男的不是个好东西 柳如烟对家的营销很给力 流言和恶意 编织成一张张密密麻麻麻的大网 几乎要把柳如烟和秦晨淹没了 我看着手机里银行卡的余额 嘲讽地笑了笑 当红影后和流量小声的瓜 卖的钱还不少呢 难怪都爱当狗仔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纪扬 收拾一下 我来接你是柳如烟 我 距离上次我提离婚 太一怒之下 让经纪人虐待我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 我们都没有再联系对方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凭什么觉得 我被那样羞辱过后 我们还可以好好说话 我决定去探探究竟 在几个人的掩护下 我上了柳如烟的保时节 一抬头 就注意到了柳如烟的 大黑眼圈和红血丝 再往旁边一看 秦晨也在 我静静地看着他们 柳如烟首先打破沉默 笑了笑 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很想你 我心里骂了一声神经病 语气平静 今天可以离婚吗 她的脸色随着我的冷漠沉了下来 你这样有意思吗 六 我不太想和她继续纠 于是我主动提起微博热搜 你们找我 是因为热搜上的事情吧 预备怎么做公关 我可以答应帮你们两人眼睛同时一亮 果真 柳如烟停了一下 像是在想合适的说辞 只要你愿意委屈自己 这次我们就有救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向所有人承认 你只是我的前任 我们早就结束了 只是你不甘心 依旧对我死缠烂打 可以 我不会去质问她 为什么要把我置于那种境地 把我推出去挡枪 转移视线 承受大众的怒火 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 两人同时转身看我 一脸欣喜 空气安静了几分钟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柳如烟笑着望向我 别说一个条件 十个条件我都因你 我盯着柳如烟 面无表情 我要和你离婚 你的财产我要一半话音刚落 我看到柳如烟脸上 突然血色尽失 两久 她冷笑起来 纪扬 欲擒故纵这一招不适合你 你应该明白 离婚不是儿戏 我笑了笑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签了她 否则一切的澄清配合 都免谈柳如烟盯着我 咫尺的距离 我看到她咬牙切齿的脸 好 我签 纪扬 我要是签了 你也得当着我的面签 她认定我在赌气 也赌定我不敢签 以为我只是做做样子 我看到她签下名后 立马拿过来 签下我的名字 她终于明白我是认真的 眼底的平静瞬间消失 脸色苍白的来拉我的手 纪扬 我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对不起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 把你藏了八年 转头却和别人官宣了 我 话没说完 就被我打断了 不重要 她呆正了几秒 突然生气起来 为什么我道歉了 你还不依不饶 我又没有出轨 我不敢置信地盯着她 不太明白 这个女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 甚至有那么一秒钟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几块记忆碎片 记得她刚进娱乐圈那会儿 她还是个小透明 总演不重要的小配角 拍戏总受伤 我很心疼 也总是很担心 柳如烟 以后你要是火了 会不会接很多亲吻戏啊 娱乐圈帅哥那么多 你会不会移情别恋啊 纪扬 你在担心什么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喜欢 我会洁身自好 只请你一个 我会不停地确认她会爱我 她也会句句有回应 可那个单纯又赤诚的女孩 终究是被全市利益污染了 最后 我如愿拿到了离婚协议 如他们所愿 我录了视频 配合他们做了紧急公关 没一会儿 舆论瞬间反转 天杀的素人 我就知道 秦晨不可能是小三的 呜呜呜呜呜呜呜 太好了 我们家影后是清白的 素人小三脸皮够厚啊 都分手那么久了 还来纠缠我们柳如烟 我的个人信息被扒了出来 微博私信骂骂我的人 太多太多 手机短信根本看不完 电话一个也不敢接 我成了大众口中 最下头的小三 受娱乐影响 公司也辞退我了 我关掉了手机电脑 远离网络 躲在出租屋里 待了一个月 在这期间 秦晨和柳如烟 心徒蒸蒸日上 时不时 他们还在微博上秀恩爱 沙发上的动情亲吻 日落下的深情相拥 叮 门铃响了 打开门 看到来人 我开口就哽咽了 爸爸 妈妈气 走上前 妈妈便牵上了我的手 上下打量 眼含泪花 儿子 你瘦了 而爸爸则是转过头 抹泪水 我注意到了 爸爸白了大半的头发 妈妈眼角 新增的皱纹 我心口轻轻咯噔了一下 我沉默了几秒 突然给他们跪下 爸妈 我错了 我不该和柳如烟结婚 更不该和你们断绝关系 妈妈满脸心疼 拉我起来 抱着我安慰 宝贝 我们不怪你 我们来接你回家 我看到爸爸眼眶打转的泪 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下 他们都是一起风发的大人物 而从小被他们小心呵护 细心栽培的我却伤了他们的心 现在他们不计前嫌 要来接我回家 还告诉我 我依旧是那个幸福的小孩 爸爸妈妈 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而我乐意上热搜挨骂 无非就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回家 我想爸爸妈妈了 可我又死要面子 我被骂得越惨 他们就越心疼 就越会很快地找到我 而且我需要他们 帮我一起收拾那对狗男女 柳如烟和秦晨 是娱乐圈的顶流 资本会保护他们 素人之力 是无法挑战资本的 只有资本能对抗资本 二是为了把事情闹大 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 毫无翻身的可能 我认为 毁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 是把他捧得高高的 让他盲目自信 以为胜券在握 殊不知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我可以配合他们 做紧急公关 也可以毁掉他们的一切 我喜欢这种 胜券在握的感觉 我回家后没多久 家里办了一场豪门派对 请的都是各界大佬 我没什么兴趣 我找到我最好的闺蜜 让他陪我出去透气 没想到 却见到了一个 许久未见的故人 兄弟眼多亮了 纪扬你那个小青梅来了 那位可是轻易不出席 这种场合的 纪扬 他是为你而来的吧 别乱说 人家有未婚夫的 虽然这些年 我跟家里断绝关系 但也听说了 安宇留学回国后 就接手了家族事业 手下还有一家 全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捧红过无数亿人 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权贵 我和兄弟站在他不远处 他重心捧月般 站在人群中 接受着许多的奉承 今日也不知起了什么风 把您这位大佬给吹来了 安总可是大忙人 平日里见一面都很难 安宇笑道 正好找纪叔叔谈点事 就来凑个热闹 我恍惚许久 盯着他 忽然笑起来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副看上去就不好惹的样子 纪扬 好久不见 他熟练地向我打招呼 仿佛没有一丝陌生感 好久不见 我笑着接下了他示好的信号 毕竟鱼儿上钩 哪有不体感的道理 利用舆论的人 终将会被舆论所反噬 一位知情人士 在微博上爆料 柳如烟和秦晨事件 又有反转了 素人帅哥实惨 明明是柳如烟的合法丈夫 可柳如烟火了 转头就把素人踹了 柳如烟 秦晨才是真正的背叛者和插足者 现在柳如烟都怀上男小三的孩子了 配上三张图和一个视频 一张图是我和柳如烟的结婚照 另外一张图是柳如烟的运检单 还有一张图 是秦晨扶着柳如烟产检的照片 视频是柳如烟让经纪人扇我巴掌 罚我下跪的监控 通过资本的运转 此条微博荣灯热搜第一 另外一方资本想撤热搜都不行 因为吃瓜群众太多了 也因为安宇出手了 他这个人啊 利用起来是真挺好使的 八 上次家族举办豪门派对 安宇的到来在我的意料之中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 对于他 我还是有三分了解的 他当初对我也是有一些真心的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我刚离婚 又正处于舆论风波 很难不激起他的怜惜之心 天啊 素人太惨了 怎么会摊上这么扎的妻子 遇上这么见的小三 笑死 我之前就说柳如烟浑身散发着一种女版爹味 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让人长乖自己丈夫正气刚 扎男贱女都有病 居然让原配给他们下跪一晚上 真不怕折寿啊 这种人品道德败坏的艺人 应该封杀掉攻击性极强的辱骂 我还给他们 与此同时 我的电话有无数个陌生电话打过来 我接通了一个 是你做的吗 纪扬 我哪有那本事 谁知道你和秦晨得罪了哪个大佬 柳如烟见我突然激动起来 微微一愣 随即电话里传来他的嘀笑 纪扬 你吃醋了 你是不是对我愚情未了 我们可以复婚的 只要你接受我肚子里的孩子 答应我始如己出 然后再帮我做舆论公关 我摸摸胸口 深呼吸了好几下 才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愤怒 太恶心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做 他以一种温柔和残忍的口吻说 那些人那么骂我 你一定也很心疼的 纪扬 最后再委屈你一次 你拍个视频 说那些都是谣言 本人单身 祝福我和秦晨 我忽然泛弃恶心 把我推出去迎接大众的怒火 他就可以和真正的小三置身事外 冷冰冰的声音 理所当然的态度 好像我欠他们似的 他告诉我 明天会安排记者会 让我去 我答应了 我是八点到的现场 记者们还未进场 现场只有柳如烟和我 纪扬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对我最好的 他顿了顿 声音放缓了下来 带着一点得意 我以后会对你好的 喜欢就像咳嗽 藏不住 厌恶也是 我低下头 眼下所有的情绪 记者们陆陆续续进场了 大戏正式开场 首先开口的是柳如烟 今天邀请大家的主要目的就是澄清 我和纪扬先生早已分手 不存在婚姻关系 我和秦晨目前是在甜蜜的交往中 网络上的很多军事谣言 今天他本人也在这儿 你们有问题可以问他 柳如烟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推我出来挡枪 简而言之就是 爆料是假的 扭曲事实 再继续造谣会追究法律责任 记者们把我团团围住 一位女记者好奇询问 柳如烟所言是否属实 我挤出一个牵强的笑容 柳如烟是个大骗子 她曾经是我的妻子 和秦晨有了私生子 我本人激昂 愿对我的每个字负法律责任 众人哗然 柳如烟难以置信急着解释 不好意思各位 她又犯病了 她因为太想得到我患有精神分裂症 说着拿出一张确诊单 说我脑子有问题 无疑是个好办法 我的所有的话都会打成胡言乱语 她让保镖把我拉下去 不许我再开口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弱如强食 只有强者才会有说话的权利 她有准备 但我不会输 耳边突然传来到声音 我看谁敢动她来人是安语 她身后还带了一群保镖和律师 还有我的爸爸和妈妈 酒 我急急压下音激动而翘起的眉毛 柳如烟 你好大的胆子 敢这么欺负我的儿子 开口的是我的爸爸 他们的出现 让原本就不是很平静的现场 更加躁动 这个男人好眼熟 我擦拭济总 金融界有名的大鳄 具有钱 她旁边那位女士 好像是王林 很有名的小提琴家 天啊 哪个气场一米八的女人 是安语 这个素人来头这么大的吗 我抬头对上了柳如烟的目光 她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我知道她在惊讶什么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 我出身豪门 有一对很厉害的父母 怕她自卑 怕她觉得有压力 所以她只知道 我的父母健在 她以为我是一个小卡拉米 任她拿捏 任她欺负 可她错了 周围没人在说话 既然都哑声了 那就该轮到我了 我直接扔出证据 一张结婚证 一系列结婚照 一张离婚证 一张孕简单 还有她让我出来 为她和秦晨顶锅洗白的通话录音 证据比她的嘴诚实 我看到柳如烟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绝望地闭上眼睛 不再说话 显然是资本放弃她了 秦晨一脸无辜 硬挤出几滴眼泪 我不知道啊 柳如烟说她是单身 我也是受害者 秦晨还想再挣扎一下 可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 在这么多的石锤下 她也只能安安静静躺平 任人嘲笑 后来我听说柳如烟回去后 就选择打掉了那个孩子 秦晨也被彻底血藏 即便我不专门去报复她 她的人生也毁了一大半 大众们都知道她知三当三 而柳如烟则是开始不择手段地读我 来找我复合 各种招数频频展现 我却通通视若无睹 后来我决定出国留几年学 开启新的人生 我释怀了 无爱意无恨 在出发之前 我给柳如烟游记了一个盒子 里面装的是童心锁 它是柳如烟向我告白时 送我的定情物 游记的当时她看向我的眼中 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光芒 是那样明亮和澄澈 季阳 我和你在一起后 一定不会有小三 有小三我就自己杀了自己 我真的是被她的那番话逗笑了 谁家告白说这些呀 童心锁是忠贞之物 她想与我永结童心 少年的情话最动人 可现实感人 她送的童心锁 早已生锈 不复从前那般漂亮和干净 正如她那个人一样 正如我和她的那份感情 出国后 她的后续如何我不再关心 但架不住我身边的朋友太八卦 真是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季阳 你知不知道 柳如烟和秦晨这对渣男贱女 现在过得可惨了 她成了素人后 你出国以后 她找不到人纠缠 就去做生意 最后欠了一身债 也不知道这俩人咋想的 当初闹成那样 现在居然还过到一起去了 但是俩人结婚没多久 秦晨就给她戴了绿帽 傍富婆就算了 居然还傍上了个土大款 拍短剧去了 前几天被原配捉奸打成了半残 柳如烟也好不到哪去 听说她得了癌症 没几年活头了 我笑了笑 凝望远方 阳光璀璨 微风拂面 现在的一切都刚刚好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幸福感都提升了很多很多 我生意悦我 而非他人所困 全文完 我来说